当公司来了个隐形富豪 大家安静一下啊 我说两句 因为去年的福利呢 咱们年底没有花 作为补偿 想要什么福利啊 你们说了算 老板要不你就直接发现金吧 省得你去采购物资了 我觉得可以啊 这样的话 正好也能买自己需要的东西 那你们想要多少啊 一百万 哪家公司发福利能发一百万呢 我让你们自己说了算 你们还真敢说呀 咱们这是公司 又不是银行 哪来那么多钱啊 那就这样吧 咱们买点实用的东西 每人两桶油 两箱苹果 老板 您之前说作为补偿 我们说了算 感觉您还挺大方的 现在怎么这样啊 对啊老板 就这点福利 我们也没精神 给公司办你努力工作了 老板 虽然这一百万 对您来说可能有点多 那这样点也行啊 那你们说怎么办吧 但是这一百万的标准 确实为难我 老板 我舅舅家是产你的 要不年终奖 再加点这个 杨子 那我们争取半天 合着就争取一点米 行了行了 给你们加米 都已经不错了 就按杨子说的来吧 每人再加 加五十斤米 一百斤得了 杨子 你来安排 老板 可是我舅舅家 是湖北景阳镇 这预算 不管什么镇的 大米能贵到哪去 年终福利给你们多一点 你们更有动力就行 你现在就联系你舅 让你舅包装好一点 赶紧发货 好的老板 老板 福利已经发下去了 这个是报销单 您看一下吧 负责财务的小王 已经把钱转给我救了 两千万 对啊 发了二十大大米 每单是一百斤 油钱跟苹果钱 我给你抹了铃 我就没算进去 你不是农村来的吗 这国产大米 哪有这么贵啊 老板 我早就说过了 我舅舅在景阳镇 那可是景阳大米 你要是不懂的话 就上网搜索吧 老板 我已经给杨子杰报销过了 只是 只是什么 现在咱们公司账户上 只剩十块钱了 啊